土耳其与叙利亚的灾灾造成了无数的伤亡 与无数的家庭的毁灭 那我希望喜欢看我们频道的人呢 也可以透过加密货币的方式呢 来捐款帮助土耳其与叙利亚的难民 那现在这个捐款网站呢 已经有募到大约是459万美金 这不是一个捐款网站 就是一个他们募资的地址 那这个地址是来自于土耳其歌手 跟这个AHBAP所提供的地址 那他们是一个土耳其的NGO组织 来帮助这一次的赠灾 大家也可以去Delphi Digital的推特上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那各大项目呢都有去捐款 包括Curve也捐了5万美金等值的CRV代币 还有像是我们看到这边有人捐B&B 有人捐了50多万美金的USDT 有人捐了60万美金的以太币 还有100万美金等值的AVAX 所以在炒币之余如果有空的话呢 是很简单的方式呢 就可以捐款出去了 因为它是收各种的EVM链上的代币 就是也收TROM上面的代币 那这一集呢 我们一样会做一个抽奖 因为我希望更多人可以看到这支影片 然后呢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 去做这个捐款 然后帮助 那一样就是在影片如果达到这个5000的观看的话呢 我们也会抽出这个得奖得主 在Instagram上面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注意这个事件 然后呢可以一起帮忙 那我自己也会去做捐款的动作 事后会把它po在这个推特上面 我认为区块链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帮助到这个世界 其中一个方式呢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报道过关于叙利亚 还有包括像是这个 俄罗斯边境的一些国家 他们都透过加密货币呢 来 算是开一个账号这种概念 因为很多这些难民 他到了一个新的国家 他基本上是没有身份证 你可以想象今天你离开了你的国家 被迫离开 非法到另外一个国家 你基本上是无法在那个国家 开一个银行账户的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收捐款 你这时候要怎么去 获得到帮助 那加密货币就可以帮到你 因为你可以很简单的去开一个 以太坊的小狐狸的账户 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收到代币 然后在欧洲有上千个地方呢 是可以透过加密货币 来去换成现金的 设置于我在去年去日本的时候 也很轻易的可以直接把USDT 换成当地的货币日币 所以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地方 收比特币 非常多的地方收USDT 非常多的地方收以太币 也被这个UN组织 在去年的时候 透过Stellar这条区块链 来完成了这个人道救援的方式 所以因为我们频道是讲 加密货币跟区块链 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去多了解这个技术 然后多了解为什么这个可以帮助难民 然后也可以多去关注这次的事件 因为史上是非常惨重的 尤其现在又是冬天 然后又有疫情 所以大家如果能帮一点忙 就帮这样子 而且它基本上什么代币都收 所以大家把一些自己喜欢的币 或者没有必要的币 企业可以传过去 或是你可以把它换成稳定币 再传过去也行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了 记得一样 加密货币投资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话 就绝对不要碰 今天讲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se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turday is on the financial advice 那哦对 然后它的地址在这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这个398CD这个地址 我来确认一下 对 然后雪崩鞋上的地址 又是不一样的 它有三个地址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看 他们的这个官方的推特 然后去多了解一下 那像说史上已经达到 四万一千人 对 然后这边也有 这个都是同一个地址了 对 好 那这一集就到这了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 土耳其的加密货币捐款 那我决定捐一千颗CRV 价值大概是一千一百美金 那我们把它捐到刚才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捐款地址 我们再来做一下确认哦 是这个0X1398CD这个地址 好 我打一下一个字哦 好 然后捐一千颗CRV 然后捐一千颗CRV 下一页 确认 好 那现在就把这个币发送到这个Earthquake Support这里 那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尽一份心力来帮助土耳其的这个赠灾 然后谢谢大家一直来支持 也让我有能力可以去尽一份心力 好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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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